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上胡小谷的青春这个项目启动直气人 胡小谷的同名北京的原著小说 就已经在网上可以说非常非常的火爆 即使它是北京的一个状态 也抵挡不住强大的网民想看这样一个小说的心 直到今天其实我们的网上还有很多非常非常忠实的粉丝一直在看 也特别期待他将换一种艺术表现性制成现在大家的面前 究竟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和不同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样的一个IP它也是收获了非常大的一个口碑 大家都知道其实豆瓣上的评分是非常非常苛刻的 我们这个小说在豆瓣上的评分达到了8.4的高分 足以证明大家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喜欢 我相信我们的网纪我们的电影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 大家同样可以喜欢我们这两个作品 OK那当然话不多说了 马上看一下我们的预告片 看看我们的这样的一场不孝而过的青春 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些回忆 来请跟大家 我们的预告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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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预告片确实跟我们之前看到过很多一些青春片不一样 以前可能都是男主角或者女主角骑着车在校园里面走啊 这个是绿色啊蓝天白云等等等等 还有一些可能小青心 对小青心犯的 但是我看到您好像里面有一些非常厚重的一些工业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啊 包括好像他们的感情确实跟我们的感觉张力特别特别的大 其实这么多的青春题材的影片包括IP也好 您为什么选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用大阴幕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其实我最早选择和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 我觉得是那个年代的背景和这个故事的烈度形容 我觉得我自己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的电影有这么几个特点 首先呢就是我们是一个特别有纯度的青春片 纯度 就是我们的故事开始在96年的一个东北的小城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那么多的手机 那个时候互联网还没有那么发达 然后世界还没有那么大 人跟人的关系还很简单 然后如果你喜欢一个人的话呢 你可能要当面举个人表达 或者你要亲笔写一封信给他 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那个年代所能带给我们的那种美好和单纯 所以我觉得我们电影首先是一个特别有纯度的青春片 第二点呢我觉得我们电影是一个特别有烈度的青春片 烈度 对就是我回想起来 我觉得好像很稍有的电影是在一个东北的冬天呼啸凛冽的北风中开始的这个故事 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一个环境就首先奠定了我们这电影的一个基调 对 一般这种风格都是天气都是拍一些凶杀案啊什么之类的 青春片确实 刚才在那个预告片里面看到那种气质 其实你不像一个特别常规的青春片 一个气质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另外的我们也没有 我想象也没有什么青春片 可能像我们的电影一样有那么多动作的场面 但这个动作的场面有特别的写实 那就是真的来自于青春里面那种躁动的无处宣切的那种不经意散发出来的暴力感 那可能这个是另外一个特别有烈度的东西 然后还有我们故事里面以这个黄军浪师扮演的雷管为代表的这种成人世界幽暗的犯罪的部分 也成为了席卷这些年轻人青春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元素 那我觉得在我们的故事里面 我们每一个角色其实他们都是过敏的交情的事 所以我们是一个特别有烈度的青春片 那第三点呢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比较有深度的青春 深度 对 就是我们的故事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在九年代末的时候 我们经历的是那个大工业时代的八戒 那么这个时代的流转呢 其实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物 每一个地区 还有在城市的身上都刻上了深深的烙印 那我们的电影也其实在记录这样的一个时代流转和青春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电影是一个比较有深度的青春 那么 但是我觉得 所有的这些元素 其实都是我们故事的背景 但是我们要表达的还是那种 属于每一个时代 每一代年轻人身上的那种 义无反顾 那种奋不身 然后还有那种战胜寒冷 战胜凛冽冽的北风的热血 所以我们 我希望它是一个特别有热度的节目 通过您刚才这样的一个介绍呢 让我们大家对于这部电影又有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了解 感觉 您所介绍的是 专门针对 这个特别是这个故事 好像是70后末期到80 80后的初期 这种感觉的 往往现在这些观众 这个年龄段的观众 已经是现在电影的主流观众了 当然其中也包括我们非常伙众的这个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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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就是引起这样一个两代人 是去一遍一遍的去看文本 我们第一时间去了东北 我在东北采访了很长时间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 然后其实我们是在那个气氛里面 那个环境里面 我们跟那些生活的人聊天的过程里面 形成了我们最后的一个故事 然后这个故事也是不断的打磨 其实因为我自己其实不是东北人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重要 因为地狱只是背景 我们慢慢的把每一个人自己 清楚那个东西的放在一个电影里面 其实我觉得这个前期准备还挺有意思的 融入到那个环境当中 让人物更加的丰满 让故事更加的成立 这个才是拍好电影的一个初衷了 并不是在家憋剧本 那是不对的 接下来咱们故事聊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咱们就聊聊演员吧 这次您来选择我们的演员 其实都是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了 刚才我看到您跟他们在那边签到的时候 也挺高兴挺兴奋的 这次跟他们合作感觉怎么样 特别开心 然后大家都玩得很high 在现场 其实我觉得拍电影 还是一个特别愉快的事情 就是我们不能把它弄成一个特别苦的 一个特别每天沉着脸 因为每天工作压力很大 工作时间也很长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现场 还是会用各种的方式来 以及都很开心 其实我们之前在前一段时间 前几年看到的青春片 一般都会选择一些大家 特别特别熟悉的 一些熟悉的 面孔啊 小鲜肉啊 之类的啊 但是好像这几次 他们虽然在各自的 这几本你们不熟悉 对啊 常常很熟悉 国际超模嘛 不过也是画剧影视剧 也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但是相对有可能 有一些观众 对他们还不是特别的了解 这次您启用这些演员的 一个初衷是什么 是这样的 我觉得 从 做这部电影 最开始的 准备的阶段 其实我们就奠定了一个 基本的审美的基调 嗯 那对我来说 我可能 嗯 我没有想 想像这个电影 是一个特别 像之前的那个 青春片的那种 所谓的 所谓的 阳光亮丽 美 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 不是在我们体系里面 所以这个电影 我们没有想起用 所谓的流量鲜肉 和千变一律的脸 嗯 那么我觉得我们 每一个演员 都是特别独特的 都是特别独特的 然后我一开始也说 我觉得我这个电影 是一个特别野蛮生长的电影 就是野蛮生长指的是 就可能 呃 每一个人物 每一件事 每一个东西 甚至每一个场景 它都像一个野生的植物 嗯 就是野生的植物 你可能没有经过修剪 是 你可能没有那么 像家里拜的那些东西 那么那么的精致 但是 对 但是它是有一种 特别蓬勃的那种生命力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 呃 每个演员都带给了我们 特别不一样的 特别鲜活的 特别蓬勃的那种美感 嗯 对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 选择这几个演员的原因 另外呢 我也特别感谢我们的那个 张老总 还有 呃 黄总 黄总 刘军总 他们给我们这个机会 我觉得在这个 呃 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里面 我们能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拍这部电影 我觉得也是一个需要勇气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就是大家能看到一个特别不一样的青春片 嗯 就像你刚才说了一个关键词野蛮的 谁的青春没有过野蛮的时候呢 只不过可能直接没有人把它搬上到大一部 把它搬到网上啊 好 其实我们看得到我们的韩导演很年轻 演员也很年轻 那在拍戏的现场是不是 就是大家很爱玩很爱闹 或者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 跟我们分享一下 呃 就刚才在台下的时候 人家跟我说 说你要讲点有意思的事儿 我也想了想 我觉得呢 就是我印象最深的 或者我觉得拍起来最难的一场戏 嗯 就是我们有一场是在澡堂里面洗澡的戏 澡堂的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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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要知道 我们的那个女主演冲到了男澡堂这里面 面对我们在台下坐的那两个齿身裸体的男孩 这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 嗯 然后因为我们都说接近荷尔蒙 嗯 但是真的到要接近的时候 他们反而就放不开了 放不开了 特别是我们的女主角 她做了强烈的思想工作 嗯 然后就才能迈出这一步 嗯 结果呢 卖出去以后呢 欲巴不能拍的是特别开心 然后这场戏就忍不了 哈哈 对 自己经常要求要再来一步 对 生活中没机会 对 对 所以这场戏是特别好玩的 嗯 对 到时候大家在电影里面也会看 对 一会儿咱们把他们请上来 咱们就聊聊 对 聊聊这场戏 好 那这样咱们就把他们请上来 好 来 咱们集合 来来来 都请我们的三位主演 来 有些我们的 吴冠金 还有我们的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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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OK 没事 您先整理整理啊 我们三位出场先和我们现场的朋友 先打个招呼好不好 来 先从我们服务开始吧 啊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吴冠金 啊 我是演员 吴冠金 哈哈 对 那一场 故障而过的青春 试演的是 杨美丁 好 来掌声 送过我们的吴冠金 好像感觉你这点不好意思 还是从澡堂里出来那种不好意思害羞的感觉啊 来 唱唱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刘畅 我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了 哈哈哈 大家好 我是 刘畅 在电影那一场故障而过的青春中 饰演的是 鱼 欢迎 欢迎刘畅 OK 来 我们的曲哲明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曲哲明 在电影那一场故障而过的青春中 饰演 好 欢迎三位 刚才导演既然说了那场戏了 咱们就聊了那场戏 咱们就聊了那场戏 不过当时你 你进去之前跟进去之后 思想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嗯 其实 刚开始 看剧本的时候 有这场戏 因为一开场就有 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看 嗯 就是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但是我 我当时完全没有想过太多说 我真亲眼看到男生裸体 然后怎么样 然后结果 到真拍那场的时候呢 我也觉得 无所谓 反正是演戏 嗯 这个 我看他们又不是我 是他们被占便宜 又不是我 被占便宜 所以我觉得 应该害羞的是他们 然后 结果到真拍的时候呢 里面所有的女的都不在 都被清除去了 只有我一个人 然后全是男生 而且全是裸的 然后而且 也就是说不止他们两个人 不止的 好多人洗澡 对 然后大家都全裸 然后 然后还有一些大爷什么的 也是 然后 有养眼的 还有辣眼的是吧 冲进去说 那个大爷咱们都得 就是澡堂 咱们都得 像洗澡的样 都得脱光 然后 然后我的大爷 大爷就别让 那个大爷说 不行 还是得这样 然后 后来我先进去的时候呢 走戏的时候 他们都是裹着浴巾的 然后我觉得 无所谓 就还好 我真到实拍的时候 全脱了 然后 真的是发现 就 大家都脱了 就我一个人看的时候 我觉得 还是我被占便宜 也想脱脱 也想脱脱 你感觉跟大家不一样了 是不是 我 好像 好像我看了 好像是我不对 然后 确实那场戏 但是拍到后面呢 就觉得 他们的保护措施 真的做得非常好 不算是全脱 但他们打得真的非常好 就 非常不看到 然后 然后 技巧性 太高了 智明他看得很仔细 但是 不想突然 人进去 就看点什么 对 对 我记得到后来 唱歌有一个反应说 唱歌好像在走直 然后突然间看在眉眼神 好像在盯着某个部位 是不是 不是 这个 因为我之前是不敢看 到后来呢 我发现我不敢看的时候 会有表演负担 然后我就 我就真的看了 我发现我看不到 然后我就很不放心 到后来 就再打到那里 相取了 因为我是后半段进去 前半段是曲神明台 然后后半段我进去 然后我进去拍的时候 我在 在那时候 一转头 然后看得不关心 就这样看 我说你干嘛呢 我觉得他们是误会我 我好像没有 真的没有故意看 哎呦 这场戏真的是挺精彩的 当时其实那个 早餐也在东北 东北的早餐的话 是很有代表性的 那当时是冷啊 还是因为都脱了 还是冬天拍的 不是很冷 因为放的热水 放的热水 东北的早餐都是全国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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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没事哈 感兴趣的朋友 在网上可以给我们 不关心留言啊 微博上我们告诉他 其他城市的早餐是什么样的 哈哈 OK 既然这个女孩 能不能在情节当中 有能冲进早餐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证明她所饰演的这个 呃 北冰是不一样的 能不能跟我们 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女孩是 什么样的一个女神 其实我觉得 嗯 这个杨北冰啊 和我本人真的是 但是有些地方特别特别像 嗯 有些地方真的我 没有她这么大的胆 嗯嗯 那有些方面她真的 比我还熟 嗯嗯 嗯 然后她冲南早餐 我觉得 其实我也跟老演聊过 我说 我说她 不好意思 到底是 是觉得自己是 男孩啊 还是觉得 就是 还是 经常看 习惯了 所以 确实是这个 这个角色真的很特别 嗯 我觉得她是 没有想那么多 嗯 可能她真看到了 嗯 是很不好意思的 很不好意思 其实她是一个 看起来非常 虎 嗯 非常野蛮 嗯 但是其实内心是一个 非常简单 非常纯粹的一个人 非常直接 然后很难做到表里不如意的一个人 嗯嗯 很非常直直来直去的一个人 对对 好那所以说你有这样的行为 我们也是完全能够理解的这个角色 啊 听说你跟 你有什么补充 我突然间想起来 但是她后面好像 上去扯浴巾 是不是 敲了 扯浴巾 上去开车 啊 心里的动作 心里的动作 没有演戏 不要跳过来 OK 好听说你跟剧中的三位男主角 三位男演员都会有一些对手戏 对对 跟聊聊跟唱唱的最神戏 你们的关系 人物关系是什么 我们的人物关系啊 嗯嗯 嗯 就我喜欢她 嗯 但是我 我不能让她知道我喜欢她 嗯 因为我俩原来是好哥们 嗯 如果让她知道我喜欢她 然后她又不喜欢我 应该就太丢眼 嗯 就好像杨美冰天天 感觉自己牛逼轰轰的 嗯 然后但是呢 她不喜欢我 嗯 直到最后一场戏 她在那个 有 就是 别剧痛啊 对不能剧痛啊 就是到最后我还问导演 我说 她到底是喜欢我 还是不喜欢我 我觉得她还是喜欢我 所以最后发现我喜欢她之后 嗯 然后导演说 这个不重要 不重要 所以大家自己去看 她到底是喜欢我 还没喜欢我 但是导演会跟我说 我们现实生活中 真的不是 我喜欢她 对方真的就会喜欢我的 嗯 两个人的喜欢是错过 是啊 所以我们青春片 我们比较真实的一个地方就是 会常常错过 嗯哼 哎呀错过是个 鼻子错过 对特别特别遗憾的一个事 特别可惜的一个事 对 基本上好像我们的每一队 都错过了 在这个戏里面 有剧透了 哈哈哈 都在澡堂错过了 是吧 来来唱唱介绍一下 你跟这个人物的 男生是怎样的 我觉得 其实 简单的说人物关系就是一个 爱和被爱的关系 就是我爱着一个人 然后又被人爱着 嗯 然后其实你要说爱吧 我觉得 我觉得 导演之前跟我说过 其实青春期没有爱 青春期都是荷尔库的冲动 嗯 会会特别的呃 有有有感触 因为我觉得青春期的时候 真的 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女孩 我就是爱她 嗯 我没有我对其他女孩 可能就完全是不管不顾着 嗯 但是对其他比如说 我跟杨美农之间是那种 那种感情是对我好哥们 嗯 嗯 所以你相信 呃异性之间有纯洁的友谊 这句话 有 当然相信 当然是相信 好所以说你的矮到他那边 就完全变成友谊的部分了 好这次塑造这个角色 跟之前的一些角色 是什么不一样吗 呃 其实我一开始 刚看剧本的时候 最吸引我的 反而不是这个角色 嗯 就是这个背景 嗯 就是在这个东北这个背景下 因为我觉得 呃东北人是特别直的 嗯 那我 我本身是个谭峰人 然后我的青春期的 生活环境跟东北有很大的一些差距 嗯 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吸引我的 嗯 就比如说刚才说 我刚刚看这个预告片的时候 当我看了一些剧照 东北重工业 东北的 黑土地 嗯 我一下就 又把我拉回到了 就是 拍电影之后 那种 因为我是特别特别吸引我 特别一眼 嗯 所以我 这个很吸引我 那以前了解那个 那个地方的 那个时代的人 可能都是从一些书上 或者是一些影视资料里面 但是这次要亲自来 走之下 因为我之前演的环境 角色可能 比如说出过留学的 嗯 可能会特别的 特别像温室里面 但这个不是 这个是野蛮深圳 野蛮的 而包括我这个角色的 家庭环境 就特别像 就是 就是 就一个土地里面的 一个小颜 然后你自己想 想 想往上冲 嗯 就是特别特别吸引我 明白明白明白 所以说我们也 期待一下 这次这个角色 的一个大的 一个改变 一个突破 接下来 正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这个角色 我饰演的是一个 小混子 小混子 对 天天在学校门口 就是 那时候很流行 在门口 就是看学生 还是怎么样 这准人 臭人烟牛了 对对对 差不多 再比资还高一点 有摩托车 这个厉害了 当时有钱人呢 所以 泡妞的手段 基本上 不用泡妞就一到手了 但遇到杨美鞭 可能就不是这样 就是她属于那种 她的性格 也很重 就两个人重起来了 就觉得 这妞 还可以 都一样 耐劲 一样 耐劲 嗯 然后 我 我那个角色 就比较 痴吧 喜欢一个人就是 不知道怎么去做 不知道怎么去让她 做她喜欢做的事 嗯 我认为好的事情 我认为她会喜欢的事情 我去做给她 嗯 可能 也没有喜欢我 对不对 对不对 就一样 开点个关键词 错错错错错错 错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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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一个问题啊 白鱼之后在妻里追求姚美兵的方式 和你限制中取得名罪人的方式相不相似啊 没有 不相似 你还取得比较多的内容 没有 我基本上也不用泡的 还有哪来的自信呢 每个人物个性都非常的鲜明 其实可能大家都在他们的各自身上 会找到自己身上的一些点 其实导演在片场的时候 大家们也是一块打打闹闹一块玩聊角色 他这次跟这些演员合作起来 给您什么样的一些感觉 分着说吧 分着说 先说说 杨北斌 我觉得我们这个角色确实是很特别 就是一个东北的这么洒的一个女孩 然后我觉得我在现场要做的一个工作呢 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 对于文童来说 就是我得搂着她 因为她要严起来真的严 就你看不出来她这样的一个样子 可以那么严 就是她内部有那么强的一个 能量 对 那么强的能量 就是你得搂着她 所以很多戏我们都得大家一起搂着她 我们一个人可能还搂不住 天哪 就几个人一块搂着她 所以你们会看到 到时候的荧幕上会有一个特别那个 特别搂不住的一个样子 但是特别有魅力 明白 那其他两位 然后那个 余一呢 刘畅呢 就是我觉得 因为她这个角色本身是一个很走内的角色 但是她最后会爆发出来 就是会有那种特别大的一个人物的一个 一个转变 跟一个呼光 然后我觉得我跟刘畅很多的交流方式 就是说我们会 就是也听走内的 因为她是一特本意的人 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 她会 哎 我想到一本书 可能跟我们的故事 我也很接近 或者我有一首音乐 也会很接近 然后她确实在 她推荐我的 那个那些作品里面 启发了我 然后让我们从这个故事内部 去寻找她的力量 和她应该走的一个方向 所以就是跟刘畅很多 都是一个特别 特别那个 特别走内的交流 然后呢 取着名呢 就是我就对她特别不满意 有 为什么呢 就是对她特别不满意 就是她 她经常好到抢戏 经常好到抢戏 谢谢你考虑 我还第一次听到 这种花人的 所以就是 对 大家都有自己的那个特点 她一出来就抢戏 一出来就成为那个 特别有光环的 但是那些戏没剪过 让我们取着 都在 都在 剪不掉 不你 抢得太好了 剪不掉了 我必须的 你得在这 要不接不上 其实呢 我们还觉得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 大家都看到 其实我们唱唱跟 这个冠军 两个人 身高确实有 有一定的差距 我想一下导演 或者是你们三位在拍的时候 有什么困惑没有 可能大部分困惑都在 我过这吧 你有困惑吗 他那么高 还有电磅吗 为什么 哎 就是困惑呢 我认为高也是挺困惑的一件事情 我们上拍以后 就说的话 跟平常不一样 平常说什么 平常说说 平常 就是 就是一直 就是 想着话的 跟我 身高上 有一些 没有那么大的差距 比如说 找一些 比较 你看这个鞋 对 对 但其实 其实我觉得 我们真的拍的时候 其实真的无所谓 最早吸引我的时候 吸引我的角色 吸引我来拍 他说对方是困惑 我说我们这个身高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 因为现在很多的青春片 都是 说的 说男女的身高 一定要对等 但其实我还觉得 真实的 环境下 区业大学校园 真的有很多 身高不品味 因为我觉得 如果真的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是身高限制不了的 而且反而有了 这些身高 更加真实 而且也更加有 人物的冲突性 有了更多 更加不一样的画面出来 我觉得写实是最重要的 明白 刚才既然你提到这个画面了 我们也特别想在现场看一看 如果是你们两个角色 在外边逛街的话 你们将会用什么样的 一个肢体的接触 来大家准备一下 你们现场 我和点逛街 基本上就 我和点逛街 哎呦 离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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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广街 是吧 就常常有的时候 吃了 这人的肯定 很多都没有 抽屁 是 导演有这样的客户吗 从电视机里看到 确实是很麻烦 但是 对 但是很好玩 嗯 就是 特别好玩 是 其实我们这个电影 很多都是反差很大 嗯 就是 比如说我们的身高 比如说我们的性格 当然我都不高 但是 可能我比它要更野 哦 然后包括我们的戏 在东北 嗯 就是我们也有 南方 嗯 南 然后我们 还有冬天 嗯 我们也有夏天 然后我们还有海陆空 嗯 都有 所以就是 一个 人物性 全都拍到了 反差比较大 反差比较大 其实有的时候 现实中 生活中 就是这样 对 我们是在 普遍当中的 典型 嗯 OK 好 我们就供大家期待一下 这些差距啊 将会供咱俩 怎样的一些惊喜 呃 大家看到了我们 四位呢 都穿着这样的 一个工装 都有一个大大的 镜子 我觉得今天呢 我们的主题 就叫做 解禁荷尔蒙嘛 我们今天开始 叫 解禁每一个角色 体内爆发 让荷尔蒙爆发出来 好 大家看到我们前面 有一个鼓风机 我们可以往前面站一点 然后呢 我们希望 我们在解禁 在扯开这个 大大的镜子的同时 我们每个人 都是最帅的一个 一个状态 来 话筒 话筒我们来收一下吧 好吧 来 来 我们先收一下 然后一会儿再给各位 好 好 好 准备好 撕掉我们的这个 蓝色的工装 来 大家准备好相机 来 三 二 一 来 撕一下 拍个照 拍个照 固定好 固定好 拍个照 来 来 我们四位 一起来拍个照 来拍个照 来 唱唱 你也可以教一下 其他三位 在古宫地下面 怎么拍照会帅 好 来 看一下中间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来 我们就先脱下来吧 好吧 也请我们的韩天导演 稍事休息一下 来 谢谢您 谢谢您 台上的三位主创 可以暂时留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好 关机这就穿着来了 就穿着了 好 好的 那当然刚才我们的桑络都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我们在剧中的角色 每个人的性格特点 接下来呢 再帮助大家好好的来了解一下 台上的这三个人 我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乘上我们的这个 关键女剧的一个 板子 来 好 来到我们的中间 好 这样 你站到这边吧 谢谢两位 站到那边 好吗 好 大家看到了我们的这个 一板上有这个五句话 其实呢 有三句是属于他们三个人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让他们选一下 然后 看看第一句 今天我要把你给 办了 这个是 谁的 要办谁 感觉性格像你说的话 对 是你的是吗 对 待会那我们就好奇了 来来来 咱拿什么 来你拿着 你要扮谁呀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 他说 今天我要完全扮 他肯定是 一直以来 没办成的一个人 对 所以才会 憋出这句话 杨北冰在室里 他喜欢的就是 鱼衣嘛 所以 他想扮的人 这位 大声的说出来 想扮谁 想扮谁 想扮鱼衣 想扮鱼衣 是不是 其实他这个女孩 他 如果说 他 北冰这个人 他的青春呼啸的话 你觉得 你怎么理解 从这个角色当中 你怎么理解 青春 呼啸 呼啸 青春 就是 我觉得 就是因为 长大了之后 很多想说的话 不太方便说 很多想做的事 都不太适合去做 但是杨北冰 在他 17岁的时候 他可以 尽情地去 做他想做的事 说他想说的话 然后 做他想做的表情 去 去追求他喜欢的人 或者是 去帮他的情敌 都有各种各样的 蠢事也好 可爱的事情也好 可笑的事情也好 都是 我觉得很难忘 就是这个角色 好像在拍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 我好像和他同时的在经历这一段 就是我们拍摄的这么长时间 一直到结束 他的整个过程的情感过程 和我本人在拍这个戏的过程当中 几乎是同步的 所以我特别特别难忘 我也特别特别理解 杨北冰的整个 在他青春里的这一段 感情世界的变化 彻底融入到了那个角色当中 感觉两个人浑然一体 成为了一个人 好 具体最后半没半成 咱们就看电影吧 好吧 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句 第二句这个是谁的 今天 这这这这 就这句 大声读出来 我排除一下 这个好的还真是我 真是你的 但是这句话比较巧巧妙的点 就是你要看 把标点符号点在哪 对吧 你要点在最后那个字前面 今天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爱 那要再点到前面 今天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爱 我们今天这个歌是解禁客 对 来你答一下 你到底是 你的这个这个关键的这个语句 到底是标点符号是点在哪 今天我才知道什么 今天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爱 我俩到底说好尴尬 对 就是他先说我半 然后我今天终于知道了 是吧 尝到甜头了 大家能理解这种吗 其实我觉得 结合我这个 因为一开始我没觉得这个是我的 但后来排除下确实是我 我觉得其实也 也真的就是刚才那个字叫错误 我觉得青春的时候 就一开始 其实我觉得一一的人生也没有遗憾 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后知后觉的人 他没有感受到原来我身边原来还有一个人是喜欢着我 就等你的青春真的不孝而过之后 你再反应过来 哦 原来还有一个人在身边默默的就是守候着你一直默默的所谓的爱着你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既遗憾但是又值得去怀恋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其实才是青春的魅力的本身 明白了就是反射无相对来说比较长一点 然后真的是那个女孩都都已经就差说说我爱你这三个字了 但是这个男生还是后知后觉啊 所以说这个青春真什么人都能遇得到 刚才我们在冠军也说了 感觉他那个角色跟他自己有很多的融合 不知道这次羽衣这个角色跟你这本人 你是属于那种非常后知后觉 其实我本人是属于后知后觉的 我觉得我也是所谓的成熟的比较晚 然后我觉得我我想演于衣是因为 我觉得我想再经历一次我的青春 然后于衣是一个完善感的青春 我觉得我的青春中真的是有很多遗憾 但是于衣我觉得她青春是没有遗憾的 我觉得可以可以想象一下 一大帮东北的小孩 然后一起去一个冰湖 全都是纯白的世界下着雪 然后我们一起在冰湖上打球 然后到最后成长了 然后青春呼啸而过之后 各自飘零了 然后天各自一方 我觉得这个青春是特别 我想去再重复多少次都无所谓的一个经历 对这个是很多人的已经都变成很多人的回忆 但是能够在影片当中继续呈现出来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幸的一件事 好 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三句话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我们的举哲铭 哪句是属于你的 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 你不爱我的样子真得劲儿 那你的角色浅这么贱呢 就刚刚也没有说到 就是对北冰 就是很喜欢 但是他可能对我没有什么意思 但是我觉得这种劲儿 就是跟着别的女孩不一样 然后我觉得我刚才突然间想到一句话 就是有的时候你得不到的懂 你得不到的往往最珍贵 最想去珍惜的 就这样 你不是说你都可以把得到背吗 但是就往往就是那个追不上的 对 才抓紧脑袋 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小时候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那样 就是我喜欢一个女孩 但我不会说我喜欢你 但我会痛 这逗你 我不会那么招气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方式 然后他 你明知道他不喜欢你 但你觉得哇 他就好美 还想逗你 OK 你招气的同时 可能你也知道什么叫做爱 好 那说到上面还有两个 还有两个这两句是属于谁的呢 这样 不过跟畅畅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两句是谁的 这句挺有意思的 你愿不愿意当大嫂的 我觉得 其实这个是我们就是黄杰老师的 他饰演的是雷广 是一个黑社会大哥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像《偶像去你的》 就是恭喜你当我女朋友了 对 其实他就是一个特别像赵平常特别野的人 那我觉得我们跟美馆之间的关系就属于我们是小孩 他是代表人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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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觉得东北人都有这种那种 就是小孩都有一种想当社会人的那种 是 那种冲动 这就是自己的偶像 自己的偶像 这个也是大哥 像大哥说的话 那最后这一句呢 今天我要跟你跑路 我们这里确实是有个人跑了 就是 跑到哪儿了 就是跟大哥跑路了的大嫂 所以说现在两个人在跑着 最终没有参加这个搞不贵 都被毁害了 私奔了 私奔了 是谁是谁 李某 李某 对 他是什么样子 在剧里面我是喜欢他的 哦 你不是不懂 是我轻敌 那这里轻敌 是吧 OK 好 那也就是说 我们还另外的有一条感情线 也和我们的三位主人公都有交错 那就看一下电影就好了 好 那这个两块板子 咱们就先不说它的 来 有请三位拿着我们的三句话 再拍张照片 好吗 来 话筒交给我一下吧 来 拍张照片 来 好 来 不过你要不要站中间啊 不过你要不要站中间吧 好吗 这样举起来还会好 OK OK 来看一下中间 开 好 各自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词 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句话 再来品尝我们的电影 好的 谢谢 谢谢三位 稍事休息一下吧 好吗 谢谢 非常非常的感谢 好的 那我们就期待 期待我们电影版本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其实呢 今天我们的这样一个发布会呢 是属于这种 这个电影和网剧 来同时发布 同样的一个故事 只不过呈现的载体 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的有请 由我们乐视影业所打造的 网影联动的项目 那一场呼叫而过的青春的网剧的三位主演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让我们有请李颖推航 李鸿 有请三位 好 好 来 首先跟三位和现场的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颖 在网剧那一场呼叫而过的青春里面 饰演比较叹你的洋溢 好 OK 来 我们先等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演员崔航 我在那一场呼叫而过的青春网剧当中饰演 鱼 鱼 两位鱼鱼都来到我们的现场了 哈喽大家好 我叫李鸿 我在西里饰演的是乔珊 好 欢迎欢迎我们的三位 将会用这个网剧 跟我们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 好像刚才你们两个人的角色 很快好像没有重复 想听听你们介绍 你们的这个角色 你们的这个性格特点 对 因为那个电视剧和那个小说的话 它是那个两种互同的艺术呈现 是 然后呢 它那个呈现的创作和程度是不一样的 我们呈现的主要就是青春热血 然后鬼马精灵 然后很有正能量的一个一个情节 对 然后还在校园里 OK 但养溢的感觉的话 其实是跟差不多 一个就是 我是属于就是 什么事 我就一定要抱头去帮人 然后一定要帮他解决事情 别人不愿意 我还要去帮他 讲义 对 你只会很多人不理解 不解 但是都是要被碰两肋插刀的 对 OK 那你告诉你的角色 我的这个角色呢 是个海龟 而且性格非常非常的诡异 从海外回来 对 其实外表很阳光可爱 其实内心是那种很叛徒力的 坏的感觉 阴着整我 你们两个人推一面的那种 对 OK 恭喜我是这样的 哦 哎呦 感觉是一个天使 一个小魔鬼的感觉 对 好 这样的冲突就有意思了 接下来咱们问问 最好你所饰演的 网剧版本当中的鱼衣 网剧版当中的鱼衣 其实可能跟 跟电影版会有一些差别 嗯 对 因为刚刚看到这个电影 然后的预告片 非常期待 那其实网剧当中的鱼衣 是一个 学霸的人物 嗯 对 他其实在18岁的时候 就拿到了 宾夕凯尼亚大学的 双学历的博士 嗯 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博士 那 其实 对于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也是 呃 也是蛮努力的 对 蛮努力的 因为 因为很 很年轻的一个博士 那其实就相当于 一个天才少年 是 对 其实身边的 天才少年的朋友 会有一些 所以也有 做一些功课 嗯 对 那个时候拍之前 跟很多博士在一块聊天 看看他们的一些状态 对 你觉得博士都有什么样的贡心 呃 很冷静 很冷静 淡定 淡定 浴室非常淡定 OK 对 就是属于我那种 要解决事情 就解决不了了 求他 哦 求他 任何事情要求他 他就必得帮我 我就是一个军师的角色 对 但是其实我的荷尔蒙 是他 把我解放的 哦 而我就是那种 荷尔蒙爆表的那种 还就会他们的那种 分配 分配真的不就是 喝开型的货尔蒙 随时都可能爆发 OK 其实我们了解崔航 也是通过之前的一些影视剧 特别是在这个 《微微笑》的时候 也跟我们拍过这种青春片 你觉得我们的这个青春片 跟其他的青春片 有什么不一样 或者你怎么理解青春 呃 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 都是很感谢乐视了 就是非常良心的制作 对 然后呢 之前拍的这个 《微微笑本青春》当中的 猴子九 其实是一个本科生 对 他不是个博士 这就有一定的区别 那同时他其实还蛮乖的 虽然也担当一个 这个军师的角色 但是实际上 呃 在《耐长比较而过》的青春当中 呃 相对来说 我觉得鱼衣更加热血 嗯 对 更加热血 然后对于很多事情 包括自己的爱情 都是可以奋不顾身的那种 嗯 对 感情线比较明朗 嗯 嗯 这次就更加过瘾一点了 对 这个人物更加有账心更丰富 就是因为一样都是哥们 嗯 住一起 是哥们 嗯 真的 最后都是喜欢上 感觉自己喜欢上一个男生 嗯 对 对 对我有个儿 其实很尴尬的一点 就其实我们两个在一块的时候 刚开始是哥们 嗯 然后呢 突然之间有一天 擦出一点小小的火花之后 嗯 发现好像自己 觉得这是爱情 嗯 对 也许是啊 还不太清楚 但是实际上又会发现自己 喜欢上的一个男生 嗯 对 然后其实这点挺尴尬的 就我不知道现在生活中 可能会有一些 呃 朋友会有这样的状况 嗯 对 对自己的这个哥们 会有另外的一种 呃 另外的一种感情 嗯 对 然后我就挺尴尬的 其实戏里有一个很尴尬的 一个桥段 我自己去看心理医生 好 我一个我一个心理 我们跟他们会一样 对 一个心理学的模式 自己去看心理医生 嗯 电影版是女孩喜欢 就是比较类心充 但是这个里面是他更喜欢我 嗯 你要以为自己喜欢男生 我是慢慢慢慢的 才喜欢 对 喜欢他 其实 别人说我不信任 他从我的手里 抢走了他 哎呀 你这个这个故事太丰富了 啊 要不怪我都拍成网剧呢 就得练着看 啊 就这两个发小 嗯 被我我误会了 我以为他们俩有什么 嗯 所以就不小心看到 以为他们俩有什么 所以他感觉是我抢走了他 嗯 最后就是他选择他 放弃了我们 我头快炸了 哈哈哈 比不清了 比不清了 其实我们的重点就是 把大家 非常混乱 对 非常混乱 但是肯定这个故事 是非常非常能懂 对 实际上看到剧的时候 非常清晰 因为这主要才是因为 去了学校 啊 除了家里 去了学校 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帮助人的事情 人物之间的事情过后 就是属于校园剧嘛 然后就 现在马上就 出奖了 是 然后特别学生 就是喜欢看 这个校园 好 非常适合 那我们就看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仔细看 每天要关注 我们的乐视视频 然后呢 我们在六月十六号 也就是一周 大概六天之后吧 然后我们就能够 在我们的乐视上 看到我们这个网剧了 来 再次 三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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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我收一下麦克风 刚才呢 我们也都拍合照了 三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咱们也拍张照片 好吗 来 不得人 让我们收一下麦克风 大家看到了 在我们的舞台的左侧 有一个这个 大家非常熟悉 特别是北京的 年轻过的朋友 这摩托车 三位 一起到这边来拍个照吧 好吧 对 很多自己的父亲 什么的 有货 你忘了一坐 别人怎么 好 谁能够 对 OK 好 来 看一下我们的镜头 来 好 看一下中间啊 好 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镜头 看一下我们的官方的 是有的影视 好的 谢谢 再次感谢三位 谢谢 谢谢 我们同样 非常期待 期待我们的 网剧那一条 不早而过的青春 在我们的乐视上 每天给大家 带来的精彩 OK 那我们电影版 和我们的网剧版呢 各位主唱都已经在 这个舞台上 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这样的一个故事 接下来呢 让我们把我们 乐视音乐的父母台 黄泽阳 黄总请上 董台上 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的青春故事 来 这边请 包座 你好 刚才听了 我们的主唱啊 来讲我们 这个剧当中 那些青春的故事 接下来想听一听 这部剧给您 带来什么样的一些 感悟和触动 刚才说的是 97年的故事背景 因为整个这部剧 不管从导演 还是主唱来讲 他们都是真的 真的很青春 而且是正青春的 一个概念 我自己的青春是 正儿八点发生在 那个年代的 当然 不小心 暴露了自己周老年 和您的这个本质 真正那个年代 确实是像 电影里所呈现的 所有的爱情 你需要用文字和语言 去表达 而不是一个 微信的表情符号 然后你没有 那么多的 花花绕绕的场景 一般也就是 这样的小香港 这样的大天化 那个年代 非常的单纯 但是也非常的热烈 爱情变得很有蠢度 虽然那个时候 我在努力学习 天天向上 不敢谈 是被禁的荷尔蒙 真正的那个年代 是被禁的荷尔蒙 不像现在 哪有解禁这一说 就是铺天盖地了 什么叫我 才知道什么叫做爱 早上小学六期 就知道了 所以这是一个 这个电影 确确实实上 我在看那个 很家常版的 那个粗简的过程当中 真的是 想到了当年 自己的年轻的时候 但是也感受到了 现在年轻人 他们对于 情感的这样 共通的执着 非常好 非常好 其实就像您说的 其实这种感觉 并不是说 解禁之后就可以放肆 我觉得更多的是 一份责任 是的 好 刚才也说了 我们的网剧 将会在六月十六号 和大家接近 对 电影 我们现在就好奇了 那什么时候 能够在大一幕上看到 我们希望这个电影 能够让更多的 当下的年轻人 也能看到 因为他既能感受到 那个 重工业时代的 纯粹的浓烈的 并且非常有热度的 一股青春 所以我们把当期 选择在了 暑期的 结束 但是呢 同时他也是一个 对当下的 爱情一个很好的 佐证 就是用过去来 佐证当下的爱情 校园里 青春的 背禁止的 但是又是 非常 怎么说 深刻而懂立的 一种爱情 刚才说 所有都是错过 他们三个几个人 在排位的时候 我就想 是他爱着他 他爱着他 他又爱着他 他又爱着他 每个人都在这样去看 其实这种错过 在当下 好像不是那么容易获得 是 遗憾和错过 也是一种美好 但是在当下 这么快三十的爱情当中 好像不太那么容易体验 所以我也希望 那么多的年轻人 能够在一个 赫尔蒙蓬勃的日子里 能看到这个电影 所以呢 我们最后选择 在了8月25号 这样的一个当期 一个是 还有首期的一点点结尾 我们在告别家乡 回到校园的时候 可以跟同学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样的一场 护笑而过的青春 但是过两天以后 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 七夕情人节 对 我也希望在那样的一个日子里 青春的去看一看 这样的一个有热度 有烈度的 青春的爱情故事 所以选择了8月25号 这个当期 也希望 更多的观众朋友们 能够在这一天 走进面院 看一看我们 不一样的青春 看他怎样的 呼啸而过 好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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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东 带来 这样一个好消息 从此我们的定档海报 也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了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 这样青春洋溢的笑容 但是背后那份 心酸跟泪水痛苦 可能在影片当中 会有另外的一种感觉 呈现出来 对 你看他们笑的 就是非常的干净 对 在20年前那样的日子里 确实是能够消失 那么干净的青春的笑脸 非常非常棒 在这里也特别想 感谢一下 韩天导演 感谢一下 网剧的主唱同学们 还有另一个主唱同学们 你们呈现了 非常好的一部作品 因为我已经 偷偷地提前 看到了一些苏简的片段 很期待 非常感谢你们 辛苦 好的 谢谢 也非常感谢 就是你也给我们 这样的一个故事 一个这个 全方位的一个包装 让我们大家 更用不同的情绪 来感受一下 这样的一个不孝的青春 既然我们今天 基本上都得来到现场了 咱们拍张全家福 好 来 邀请同学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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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邀请我们的导演 来 我们的各位主演 一同一同上台 来 邀请同学们 来 邀请同学们 来 邀请同学们 我们一起来拍张照 好 来 中间 好的 好的 来 我们一起 一起一起 好 我们的官方的 这个 对 关拍我们先举一下 首先看一下 我们关拍的 这位摄影师 来 我们先看一下 好 来 感谢我们的导演 还有我们的黄董上师 休息一下 后边 好 OK 后面来拍一下 来 来 后面拍一下 中间 好的 好的 好 来 邀请我们的导演 还有我们的黄董上师 休息一下 我们六位主演 拍张照片 好吗 来 恭喜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中间 来 我给他们设计一下 好不好 来 你来 比一个八 好不好 对 来 我来个二 对 上上来个五 那边来个六一六 好不好 来 好 来 其实我们电影和我们网剧 上线的日期了 没有 这就八 这是八吗 八二五吗 对对对 好 好 来看一下中间 大家记住啊 记住这几个手势 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网络 还有我们的大萤幕上 都可以看到 看一下 后面 好 我们左边一看 看一下 来我们的左边 对 大家的左手边 来 大家的左手边 我们看一下 你看错了 看那边 好 左边 好 来 右边 好的 谢谢 再次感谢六位 我们共同期待一下 有没有六位给大家打到的 大家考虑一下儿或的青春 谢谢 谢谢 也非常感谢大家 好 来 我们在下面再拍一张照片 好不好 下面六位主持人 我们一起来拍一张 来背拍 背对大家 我们背拍一张照片 好吗 来 我们地上有一个符号 来 地上有个符号 来 我们一起 一起 来 对 这样就可以了 来 我们全朝一起 好 来 我们伸出一个胜利的手势 祝福的手势 好吗 后面的朋友 来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来 我们一起祝福我们的电影 还有我们的网剧 能够取得好的票房 好的口碑 以及好的点击率 好的 谢谢 谢谢 再次感谢各位主创 也再次感谢我们现场 各位媒体朋友 也非常地感谢 如果我们直播段 一直收靠我们 大会直播的各位朋友们 好 请大家记住 这样的一个时间 6月16号 我们的网剧 以及我们8月25号 暑期档 还有我们的七夕档 我们的电影 将会在大一幕上 和大家做一个 护销节目的约会 再次感谢大家光临 我们今天的网剧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 我去那个 我去那个 多大 我去啊 帅哥们的 Vi Paint 我去你的心里 怎么能的喂 September 好